辰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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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假今日不需要做調查終於可以休息一下 讓我聽一隻歌仔放鬆一下 喂, 奇奇, 奇奇, 什麼事啊? 哎呀, 我找了你整天啊, 原來你在這裡啊 什麼事啊? 不會, 又有任務吧? 沒錯啦, 剛才我聽到一個傳言說, 魚乾又吃了會中毒啊 所以就要你出馬去調查清楚啦 魚乾又吃了會中毒? 不是吧? 就是啦, 本來我也不相信的, 但是我們導演說 既然有這個傳言, 無論是真的假也好 我們也有這個義務去調查清楚的 但是我現在正在放假了 放什麼假?快點去啦, 快點去啦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都秉承如科學探教的精神 我唯有犧牲我的假期, 為大家去解決這個疑惑啦 走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 我是奇奇 元旦就來到了, 在這裡提前祝各位元旦快樂 同時也要提醒大家, 記得要數一數節目的二維碼 關注生活調查團的微信公眾號 我們將會不定期送福利給大家 好了, 下面的時間, 立刻進入今天的節目內容 講到魚乾油, 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亦都是很多人都吃過的營養佳品 不過最近有人就說, 吃魚乾油不單沒有好處 而且還可能會導致中毒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傳影片講, 查了先講, 立刻展開我們今天的調查 魚乾油是從鯊魚、雪月等肝臟當中提煉出來的脂肪 黃色有腥味, 主要含有維生素A和維生素D 維生素A的輕度缺乏, 會引起BB的免疫力和抵抗的下降 而維生素D最令人熟知的作用就是促進鈣的吸收 缺乏維生素D會引起BB高腦病 因為母月當中的維生素D含量較低 所以很多人在嬰兒出生之後 他第一到第三個月就著情添加魚乾油以促進鈣的吸收 隨著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 很多家庭都會食用保健品來補充維生素 預防營養缺乏性疾病 而魚乾油就是其中的一種 但是最近竟然有人說, 魚乾油吃多了很可能會導致中毒 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我們首先找街坊了解一下情況 魚乾油, 不被中毒的? 沒有 因為魚乾油沒有吃過 比較少 真的沒有聽過 聽說過? 沒有啊, 聽過 真的不知道 不想要這個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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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聽過 一半一半, 信則又不信則沒有 平時有吃魚乾油 很少 應該沒甚麼事 很多合格症 那些都 從街坊的結果來看 大部分人都表示沒有聽過魚乾油會中毒 更加不相信這種說法 不過也有小部分人表示相信 傳言所說的食魚乾油會中毒 究竟是空軟來風呢? 還是確有其事呢? 我們馬上展開調查 還是要通過科學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講到科學的方法 最直觀有效的辦法 當然就是做食驗 調查人其幾 隨即準備了一瓶魚乾油 以及我們最熟悉的實驗 小火盆 小白鼠 傳言真與假 實驗 尼說話 魚乾油吃多了 到底會不會導致中毒呢? 接下來 我們就會用實驗 告訴大家 在實驗當中 我們準備了三隻非常活潑 生猛的小白鼠 分別是1號 2號和3號 與此同時我們還準備了一瓶魚乾油 以及一些實驗的道具 而1號的小白鼠 等一下就會 甚麼都不會作為一個空白對照用 2號小白鼠就會餵1毫升的魚乾油 3號的小白鼠就會餵2毫升的魚乾油 過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他們 到底會有甚麼變化 首先 我就會倒這些魚乾油 在我手上的培養柄 然後再用吸管吸1毫升的魚乾油 放進這瓶魚心管裏面 因為這瓶魚心管是有黑度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確保餵2號小白鼠的魚乾油 是1毫升 OK了 現在這裡就是1毫升的魚乾油 下面我們就會用它餵2號小白鼠 先戴手套 由於小白鼠有可能會咬人 所以現在我們要加口這個手套 由於一個成年人一致性食用魚乾油的最大量為40毫升 根據人和小白鼠的藥劑量換算比例是1比0.026來計 小白鼠食用一次魚乾油最大值大約為1毫升 1毫升的魚乾油 1號小白鼠就作為空白對焦 不做任何的處理 現在2號和3號就已經餵完了 接下來我們等10分鐘 10分鐘之後我們再來觀察一下 它們和1毫對比到底會有些什麼不同 10分鐘的時間 說這麼快就到了 現在我們馬上來看看這些小白鼠到底會有些什麼變化 首先是1毫 1毫小白鼠我們剛才是什麼都沒有餵的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它依然是活潑生猛的 它很喜歡在玻璃箱裏面跳來跳去 2號小白鼠剛才我們就是為了1毫升的魚乾油 這個時候我們跟1毫的小白鼠對比 可以看到2號的小白鼠 雖然沒有1毫喜歡在箱裏面跳來跳去 但是2號的小白鼠依然是很有精神的 而3號的小白鼠剛才我們是為了2毫升的魚乾油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3號的小白鼠好像一山都沒有力 而且它已經躲在玻璃箱裏面 整個箱都在震著 我們再跟1毫的小白鼠對比 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3號的小白鼠真的好像中了毒 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從上面的試驗我們可以知道 3號小白鼠為了2毫升的魚乾油之後 真的出現了精神萎靡 行動不變的狀態 難道魚乾油吃多了真的會導致中黨 帶著這個問題 我們來到廣州市逢十字會醫院 找到營養科主任譚榮紹醫師尋找答案 這個魚乾油主要是含子溶性維生素 維生A和維生D 那麼這種維生素的子溶性的話 如果吃得過量 它容易在體內蓄積 產生這個中毒的現象 那麼所以來講呢 對於這種子溶性維生素的話 我們在攝入的時候應該小心防止它中毒 當然對於我們大部分來講 一般來講 你通過普通的食物是不會中毒的 一般中毒的情況出現在哪裡呢 一個就是你剛才提到的這種魚乾油 它誤服了 就是它吃的量 本來我應該每天吃多少肌量 它有一個標準 結果你一下吃多了 專家還告訴我們 除此魚乾油當中最主要的成分 是維生素A和維生素D 如果涉入過多的維生素A的話 就會引起頭痛、嘔吐等等症狀 如果涉入過多的維生素D 就會引起低熱、厭食、精神不振等等症狀 除此之外 魚乾油當中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 比例平衡也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吃了比例失行的魚乾油的話 很可能就會導致中毒 這樣看來 魚乾油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的比例平衡之間重要 根據嬰兒每日需要維生素A是1000到1500國際單位 而維生素D的需要量約為400國際單位 兩者每日涉入比例應該保持在3比1或4比1之間 也就是說魚乾油裡面的維生素A和D的比例 應該就在3比1至4比1之間才是正常的 如果吃了比例不平衡的魚乾油 就很容易會導致維生素D涉入不中 或者是維生素A涉入過量 現在市面上魚乾油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的比例 到底有沒有國家標準的平衡值呢? 我就在市面上買了三種不同的魚乾油 同時也做了標記的分別是1號、2號和3號 我就會將它們一起送到專業的檢測機構進行檢測 檢測一下它們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分別是多少 奇奇隨即帶著三種魚乾油來到廣州市匯標技術檢測中心 找到李蘭香老師幫我們做個檢測 李老師你好 這次呢又得麻煩您了 嗯,什麼事? 是這樣的,我聽說呢 魚乾油要是吃多了的話就有可能會中毒 主要原因之一呢 是因為魚乾油當中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 它的比例不平衡 那現在呢我手上拿著三種不同牌子的魚乾油 就想麻煩您幫我們檢測一下 它們的維生素AD含量分別是多少 嗯,好的,沒問題 我們就想知道它這個比例會不會不平衡 嗯,好 李老師在聽完奇奇的來意之後 就開始對這三種魚乾油進行檢測 首先檢測的就是它們的維生素A 經過一系列的檢測,我們獲得最終的結果 結果顯示一號魚乾油的維生素A含量是每毫克62單位 二號魚乾油的維生素A含量是每毫克118.5單位 三號魚乾油的維生素A含量為每毫克300單位 從檢測的維生素A含量為每毫克30單位 從檢測結果來看,這三種魚乾油的維生素A 它是根據我們的膳食營養素參考收入量 這個叫做DRIS 中國營養協會 這個制定的一個標準 那麼當然這個是根據一些實驗的依據來推薦 除此之外,譚醫師還跟我們說 通常市面上傳統的天然魚乾油是由魚類肝臟鏈濟的油脂 所以維生素A和D比例大都是10比1 不符合而跟營養需求的比例不說 因為這一類產品大多都是屬於普通食品 參考的是食品級別的標準,含量相對較低 經過調查,魚乾油當中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 是不符合平衡標準的 食多了真的會導致中毒的 所以我們以後還是要少吃這些魚乾油 除此之外,還有傳言說 魚乾油當中含有重金屬 到底又是否真的呢? 傳言說因為魚乾油是從魚的肝臟當中提出來的脂肪 由於海洋污染加重 魚內臟當中負責重金屬 因此魚乾油容易有重金屬超標的風險 對健康產生不利影響 究竟魚乾油有沒有含有重金屬呢? 我們繼續展開調查 不過在正式調查之前,他們先來問一下 各位街坊是怎樣看的 魚乾油沒有聽說過 經常有給小孩子吃 應該是有點小吧? 平時經常會吃 我沒有聽說過 看沒聽過 沒聽過 沒有,我不知道 好像聽說 在經過一輪的街坊之後 我們發現很多街坊都表示 沒有聽說過這樣的傳言 基本上所有人都說 魚乾油畢竟是食物 是不可能含有重金屬 事實又會怎樣? 接著來我們將會用實驗數據 為大家揭開真相 現在放在我面前的這三種魚乾油 就是之前做實驗的魚乾油 到底它們會不會含有重金屬呢? 現在我就會將這三種魚乾油 送到廣東省微生物分析檢測中心進行檢測 經過檢測 我們拿到檢測結果 結果顯示這三種魚乾油 都是不含重金屬 不過檢測人員就告訴我們 如果生長或者養殖被重金屬 污染物水裡面 魚的身體就會通過生物負責作用 累積到比水裡面濃到更大的重金屬 這個時候魚乾油裡面 就很可能有重金屬 其實說魚乾油 所以很多人都會想起另外一件事 就是魚油 魚油是不是魚乾油呢? 這個是兩回事 魚乾油剛才你提到 它就是維生素A和維生素D的合肌 而魚油是什麼? 魚油主要是不飽和脂肪酸 特別是Omega3脂肪酸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脂肪 一個是維生素 原來魚乾油和魚油 是兩種不同種類的油來的 魚乾油是從魚類的肝臟當中提取的脂肪 而魚油是魚類的脂肪當中提取而來的 所有油類的種稱 兩者的本質區別在於營養的不同 所以將魚油當魚乾油的劑量來復用 真是影響總算不大 最多就是因為劑量較少而顯示出魚油的功效 但是如果將魚乾油當魚油的劑量來復用的話 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就大 所以大家在購買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另外我們還了解到 雖然魚乾油在我國應用了幾十年 但是由於魚乾油當中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的比例 不符合國家的標準 而且魚乾油當中很可能還會含有重金屬 所以現在的魚乾油已經逐漸被更符合 就等於魚乾油呢 這個是兩回事 魚乾油的話 主要是我剛才講的 含有維生素A和D 維生素A、D制劑的話 在以前來講 可能這兩個是一個概念 但實際上 現在來講 AD制劑不一定等於就是魚乾油 因為它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來調整它當中的比例 其次我們還了解到 由於魚乾油是從深海魚類肝臟當中提取的 除了含有維生素A和維生素D 可能還含有DHA、VE等其他成分 而維生素AD的滴劑採用的是 人工合成維生素A和維生素D 或者是從魚乾油裡面提取的 維生素A和維生素D制成的 所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准的藥品自貿產品 從專家的口中 我們可以知道 維生素AD滴劑和魚乾 由最大的區別就是 維生素A和維生素D的比例是很不一樣的 究竟維生素AD滴劑當中的 維生素A和維生素D 它的含量分別是多少呢? 現在我們就在市面上買了 三種不同的維生素AD滴劑回來 一起送到專業的檢測機構 進行檢測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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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含量是有多少呢? 真的跟魚乾油很不一樣 它們的比例是有無不合國家標準 它們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的比例是 我們可不可以放心地用維生素AD滴劑代替魚乾油食用呢? 食物也好 藥物也好 超過我們的 這個容許的範圍 它都可能 它和魚乾油又有什麼關係呢?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 在上次節目當中 我們調查發現魚乾油由於它所含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比例不平衡 並且可能含有重金屬 食多了真的可能會引起中毒癌 這個時候我們發現了一種魚乾油取代物 維生素AD滴劑 究竟它所含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的比例又會是怎樣呢? 歡迎回來我們的節目 在這裡要再次提醒大家 記得要掃一掃節目的移位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好了 言歸正傳 調查到這裡 相信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 維生素AD滴劑的檢測結果是怎樣的 現在我就會去找李老師答案即將揭曉 李老師你好 我想問一下 維生素AD滴劑的檢測結果出來了嗎? 出來了 這就是結果 就手上這一份是吧? 嘩 真是跟魚乾油很不一樣 經過一系列的檢測之後 我們發現一號維生素AD滴劑 每顆含有維生素A為2000單位 維生素D為700單位 二號維生素AD滴劑 每顆含維生素A為1500單位 維生素D為500單位 三號維生素AD滴劑 每顆含維生素A為1800單位 維生素D為600單位 從檢測結果來看 這三種維生素AD滴劑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的比例 大約等於3比1 從上面的結果可以知道 我們買回來的這三種維生素AD滴劑 它們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的比例 是符合國家標準的 那是不是就意味著 我們可以放心地用維生素AD滴劑 來代替魚乾油 補充我們所需的維生素呢? 可以啊 因為為什麼呢? 只要你在安全的狀況下使用 就可以 任何食物也好 藥物也好 超過我們的這個 容許的範圍 它都可能出現中毒 它主要是根據 我剛才講的 我們的推薦收入量 而不是說他們兩個人的比例 跟這個沒關係 因為維生D的話 我們除了食物供給之外 還可以通過塞太陽來獲得 我每天只要在陽光下爆氣力曬 你暴露在陽光下 一到兩個小時 你的維生D就很充足 譚醫之中跟我們說 雖然維生素AD滴劑 它們所行的維生素A和維生素D的比例 是符合標準的 但是食多了同樣也會導致中毒 所以要嚴格按照說明書上面的 用量服用 好了 最後又到我們的 有獎問答活動環節 知道答案的觀眾朋友 請掃描屏幕上面的結尾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以答案加姓名加地址加電話的方式 發送到公眾號上面 答對問題的前六名觀眾 去獲得由廣東廣播電視台 南方家庭購物提供的衣物藍一角 獲獎名單 將會到微信公眾號頭條公佈 今期的有獎問答問題是 節目當中沒有提及到 魚乾油的哪一方面呢 A 維生素D B 重金屬 C 蛋白質D 維生素A 調查到這裏 我們都知道了 無論是魚乾油 或是維生素AD滴劑都好 食多了真的會中毒 而且魚乾油很可能 還會含有重金屬的成份 所以建議大家都是小食為妙 好了 今期節目又差不多了 在最後再次如租大家 元旦快樂 在新年有新的心情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節目資訊的話 記得要掃一掃節目的儀文碼 關注生活調查團的微信公眾號 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